是 所以 她真的去參加了交換人生實驗 她現在成了第一棋守左路 下棋 就她那幼稚园的棋 你也放得下心 怎么了 嗯 你决定吧 你有没有想过 任何一种事物被人世淘汰遗忘 都有着一定的原因 你认为音乐剧 走出大众事业的原因是什么 只要有人站在音乐剧的舞台上 他就永远都不会被遗忘 但如此执着于音乐剧的你 还是出现在了主流的舞台上 你觉得这说明了什么 我出现在这里 是因为我想要借助这个平台 让更多人看到音乐剧 这难道不就是一种 对大环境委婉的妥协吗 这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方式 并不是妥协 你有没有想过 这只是你的自我安慰 只有站在高处的人一举一动 才会更加的引人注意 这是名人效应 我认可这种效应 所以我才坐在了这里 你觉得你一定可以成为名人吗 哪里来的自信呢 梁老师 你采访过《非名人》吗 或许最后你确实会让很多人接触到音乐剧 但你怎么确定他们是在看剧 而不是贪图其他的东西呢 留在大众心里的到底是音乐剧本身 还是李游成 或许这会成为不可分割的 就像提到梁宇 大家都会想到听你听我 可出卖美色得到的东西 会是你真正想要的吗 我想你这么说一定是因为 你赞同了我的美色 如果可以 我不介意利用它 让更多的人来尝试看一场音乐剧 在我看来 这更像是天赋 但相对的 再引用我经纪人的一句话 或许大家会因为一些外在因素 来看我的第一场表演 但绝不会是每一场表演 音乐剧属于博来品 在国内的流传度并不高 你觉得你的经纪人牵下你 是看中了你对音乐剧的执着吗 我的经纪人曾说过一句话 经纪人和艺人之间是并肩作战的同伴 他也许并不十分了解音乐剧 但他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人 那我们从现实角度说 你的经纪人手下现在有这么多艺人 你觉得 他能分担多少的精力给你呢 再换一个幽默点的说法 如果你们几个艺人一起掉到水里 你觉得他会先救谁呢 我想 他至少不会让我淹死 为什么这么觉得 你觉得你比其他几个人要优秀吗 你说过 我有美色 不是吗 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安排 我想去军院排练了 老师 你怎么来了 你的助理啊 才刚走不久 哎呀 同喜同喜 边拍边剪的赶着 终于要出来粗剪了 哎 这不是挺正常的吗 都是为了配合剧情需要 嗨 那是约定的拍摄数目吗 拍了没剪进来 很正常 归根到底 这是制片方自己的损失 没事的 别替我们担心 啊 我们剧组最大的资方许琛 跟徐振迁是好哥们 初夏和徐振迁闹的那些事 戏粉能不被砍吗 哟 你可是初夏的经纪人 徐振迁的事 你不会不知道吧 有事 下午四点我去全馆 到时候说吧 哟 这么认真呢 你可真是一如既往的心大 我就是来提醒你一句 你可别好心 刚成驴肝肺了 前几天 朱总去总公司 正巧碰见 淳于总在书房里中风 立了一大功 现在啊 他正是淳于总的心头号 也是巧啊 赵总善用职权 三番五次将公司几个艺人的代言 交给他侄子赵美南的事 被几个公司经纪人告了上去 淳于总发了老大一通火 你瞧 赵总这几天人都不来公司了 是想办法 忙着将功补过去了吧 我就猜你什么都不知道 我可拜托你了 这么多艺人 都快忙傻了吧 什么事 这样啊 这件事你就别管了 前几天我们去山里拍戏 我住在剧组安排的酒店里 然后徐政谦过来找过我 他说要一起讨论一下后面的剧本 然后我拿着这个给他糊弄过去了 他担心我平时一个人的时候会有什么意外 所以录了很多类似这样的视频给我 你去哪里 其实 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 作为一个职业棋手 你为什么想要参加那个实验 变成一个普通的经纪人 你是说 左翼 我只是有些担心他 所以顺便查了些资料 但是 凭骑手左路的地位和身份 能做到的事情 不是比身为经纪人更多一些吗 真是拿你没办法 谁啊 是我 徐政谦 徐老师 你有什么事吗 导演刚刚改了一点你的戏 让我过来把明天的本子给你看一下 现在已经很晚了 我有点累了 剧本的话 我们还是明天再看吧 导演特地嘱咐的我 我得把这个交到你手里才叫完成任务 你就别为难我了啊 那要不麻烦徐老师把稿子放在地上吧 我现在不太方便 那我什么不方便呢 初夏 你推三阻四的是什么意思 好吧 那你稍等一下 初夏 这是剧本 里面有几场我们的对手戏 我进去跟你说 徐老师 我今天真的不太舒服 剧本的事还是明天再说吧 我会跟导演去解释的 初夏 你就别在我面前装了 你早就知道我喜欢你 一直不清不楚的可不太好 徐老师 如果我有什么行为让你误会了 我在这儿向你道歉 道歉 一句简单的道歉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徐老师 请自重 请自重 徐老师 夜深了 你还是早些回去休息吧 我对你这么好 你却威胁我 初夏 初夏你在房间吗 徐政谦 人家不喜欢你你看不出来吗 强扭的瓜不甜 都十年了 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这个道理啊 我的事不用你管 谢了 不谢 算是扯平了 你怎么会过来 我看到徐政谦拿了剧本往你房间走 就跟着来看看 刚刚你说 你们十年前就认识 看不出来你还挺八卦的 没错 初恋 那个时候啊 我可是爱他爱的死去活来 他虽然和我在一起 心里却喜欢着我的一个朋友 初夏姐 我们互相保守下秘密吧 走了 他们什么时候互相有了秘密 初夏姐 刚刚怎么了 没事 刚刚不小心摔了一跤 帮我叫服务员过来打扫一下 你就回去休息吧 你把这次接着 我知道 你参加不到了 就那么快 然后在我的下个竹子 嘴上 儿子 就是 几个竹子 二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赫师蒙念叨过几句 许春 有什么事吗 陆维是你的一人 你今天来找我 就是为了出下的事情吧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抱歉 这事我答应了徐振迁 虽然陆维的吸引力的确很大 但他并不是不可替代 我是个商人 利益才是我唯一的选择 喂 导演找你 喂 导演找你 李又诚 真的是你啊 徐先生 之前就听说你来华语市 一直想约你吃顿饭 导演在里面等我们 吃饭的事之后再说吧 好 没问题 那改天我联系你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好 没问题 我会好好考虑的 咱们之后联系 我会好好考虑的 咱们之后联系 自己里面想没想到 你和平 你可能知道 我去点灯 震雾 咱们之后 继续 我也不想 fix 不想填 怎么 找赵总有事 可惜呀 他应该一时半会回不来了 谁让他以前总是滥用职权 偏袒他那个没用的侄子呢 这不查不知道 一查可又签出了不少事 你觉得他这次还翻得了身吗 不要不时抬举 今时不同往日 现在你应该来求我才是 最近怎么样 就你机灵 我也有个朋友 做了一部原创音乐剧 名叫追风城 他听说李又诚来了花雨时 便想问问他 有没有兴趣 我看了一下 是个非常不错的本子 一会儿我发给你 如果有兴趣 我们就约个时间聊聊 啊 这一会儿我试图的 是个称之后 对 这一会儿我试图的 这一会儿我试图的 我们这里的 试图的 带来 试图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知道你是想说初夏的事情 虽然我也不喜欢这种做法 但很抱歉 我也无能为力 徐政谦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并没有和我商量 他自然也不认为我可以管 所以你想要帮沈业介绍资源 你并不了解徐政谦的性子 说服他 我并没有百分百的把握 但你的条件很诱人 所以我会努力一事 期盼我们会有合作 李游诚老师 我可以加你微信吗 李游诚老师 我经常在网上看您的视频 您可以给我签个名吗 我真的可以跟您一起演出 一场音乐剧吗 后续的事情 我的经纪人会安排好 再跟你们联系 今天辛苦大家了 昨晚看了你发给我的追风者 睡得有点晚 现在有些乏了 光华老师是国内知名的音乐剧作者 能有幸得到他的赏试也是我的荣幸 好 听你安排 看得出来 你现在也很幸福 老师 今天本来秘密琴弦那边 要送初简的样片给我们 但一直没有消息 我便过去问了一下 老师 子方松了口 初下的戏又被添回来了 所以样片羊晚几天才能给 老师你可真是太厉害了 什么时候把学程搞定的 你都没有告诉我 我们先回去吧 我没事 不用大惊小怪的 没什么感觉 吃点药睡一觉明天就好了 你总的 现在方便吗 有事 初下的事情我搞定了 今天局长可是过来帮我输了理的 你看 飞杨过境那块地 我已经跟负责人说过了 这可麻烦您了 我们改天一起约个饭 等我有时间吧 好 那我们就唱联系 我还想喝一杯 排除音乐剧演员的身份 我也是个商人 我从不做亏本的买卖 那个项目 我父亲本就有意和许家合作 我只是顺便讨了个便宜 而且我说过 身为经纪人 你帮我达成我的目的 我的资源你自然也可以利用 这很公平 抬起头 别一份认错的样子 最新的帮助 老师不好了 初夏姐今天在剧组有一场爆破戏 拍摄途中出了点意外 她受伤晕倒了 现在正在被送往医院 喂 又成吗 我是许臻 你好 好久不见了 咱们聚一聚 远郊度假区 我时间不多 好嘞 我半个小时就到 好球 又成来了花雨室 伯父那儿可真是少了一个得力助手 最近业务方面不知你可有了解啊 你是说飞扬国际那块地 是 那块地可是个抢手地段 我父亲已经为此奔波了许久 他年纪大了 这两年身体也不太好 我都不忍心看他再这样劳累下去 也怕这块地伯父牵给了别人 我父亲会受不了打击 又成 你可知伯父的想法 父亲很看重这块地 所以一直都还没有做决定 那又成 你可否看在我的面子上 帮我跟伯父美颜计决 如果我记得没错 我的经纪人因为初夏的事情 跟你有一些摩擦 我若是帮了你 怕是少不了被他埋怨 有什么摩擦 那就是一点小误会 又成你放心 初夏的事情我会交代下去 不会让你为难 行 我试试吧 他应该有些轻微的脑震荡 睡觉醒来应该就没事了 但他身上有些外伤 要多注意 有可能会流疤 老师 刚刚鱼浪还有 请问二二三一病房在哪里 鱼浪刚刚给我打了电话 他硬是想要过来看看 我拗不过就把房间号告诉他了 忙了一天都没吃东西吧 给你带了钱 看你这阵子太辛苦了 初夏又出了事 怕你撑不住 本来另外几个也要一起来的 可都被我拦住了 嗯 这个家伙我拦不住 只是脑震荡嘛 我看新闻 那包破挺吓人的 明天等初夏醒来 再做一次全身检查的好 那我们就先走了 你也别太为难自己 累了就休息 那我们就先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里都会安排餐室 你也不清楚我现在有什么忌口 就别折腾了 字幕志愿者 你说的没错 你确实不是他 也替代不了他 所以不要把自己跟他比较 我和你之间发生的所有事 也是无可取代的 昨天晚上你说的话我听到了 其实我早就原谅你了 今天你可是第一个走进我这办公室的人 怎么 朱丽叶那边没找过你 赵美南的事情是我做的不对 明明知道他是个不争气的 但耐不住他说两句我就心软 不说了 这次你没有投靠朱丽叶那边 那他之后必定会为难你 记住 谨言慎行 现在我们只能低调行事 找到机会后再反省 对了 你之前跟我提的 季宇童和秦亦然演唱会的事情 季宇童的上头已经批准了 至于秦亦然 但也不仅仅是舆论的问题 朱丽叶那儿也是有意压了一下此事 先让秦亦然安心创作吧 少说话多做事 这道坑啊 他要跟我们一起扛过去 好久不见 我还有点事 有空咱们再聊 好久不见 劳伦斯 就在刚刚 我们哪个艺人的工作 需要和劳伦斯合作的吗 仅此而已吗 劳伦斯 他这个人我有所了解 如非必要 我不想你接近他 抱歉 我只是建议 明天下午我送你过去吧 正好我要去旁边的音乐工作室找个朋友 专门 这事 得就是几次了吧